19分再帶您來到寨北市的忠孝西路這邊 台北火車站前不合作運動 持續進行 現場最新情形交給鄭文 好 主播 觀眾 志久持續帶您來到忠孝西路街頭 來看這一場反核遊行目前的最新狀況 時間來到下午的5點半了 不過很多民眾還是一樣聚集在忠孝西路口 跟這個公園路口 可以看到現場還是有許多的民眾 那麼這場遊行從下午的3、4點開始 從海道出發 不過目前你所看到的是大部分的民眾 都已經聚集在忠孝西路 包括雙向的車道目前都沒有通行了 那麼這些民眾原本預定要回到海道 不過現在還是一樣的在街頭 就在下午的5點鐘左右 現場可以說是大家氣氛很高昂 因為太陽花學運的領袖林飛帆來到現場了 很多人搶著要跟他合照 帶您看看稍早狀況 基本上昨天已經來凱道聲援 然後整個林先生進行已經到第六天了 然後我們還是要再一次強調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全力支持 那個全國配合行動平台的整個行動 對 這次民眾認為佔領車道的行動造成大家不變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沒有我相信真正造成大家不變的是馬政府 對 這次你是會持續在這邊進座嗎 我們希望能夠號召更多朋友 大家一起來這裡深淵 我們看到林飛帆的人氣很旺 很多民眾在星光三月前面搶著要跟他來合照 不過呢就在忠孝西路的另一頭 在靠近監察院的這一端 也是呢有這個公投盟的總召蔡丁桂 也在街頭呢進行這個公民的演說 不過呢她說這一群人呢 他們不想要擠到這個主會場 也不會到凱道 他們就會在這個監察院的這個圓環這邊呢 來進行這個公民的論壇 向大家來聲援林義雄 那麼這是目前在街頭為您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閒鏡頭交易彭麗主播 好大家看到布侯做運動呢 這走上街頭在台北車站面前呢 是持續的在靜坐當中 警方剛剛已經舉牌四次了 而在剛剛他們表示說 會採取樓姓勸離的方式 稍後有更多內容 我們將隨時為您查播